这个十多米长的庞然大物出现在眼前 让人不禁屏住了呼吸 这片名为双藩石的海岛 位于海南省陵水离祖自治县 在这个秋季 它迎来了一位难得一见的客人 这条金沙正在进行它的回游之旅 海水看似不那么透彻 却富含着它最主要的食物 浮游生物 阳光透过海水 照在金沙星星点点的身体上 这片海域以一个好天气表达了欢迎 而更大的惊喜藏在礁石的后头 鱼群一下就铺满了海底 有闪着荧光的沙丁鱼 也有色彩明亮的霉雕 它们包裹起海水 高调的穿行鱼交时间 这样的热闹归功于阳光 海底二百米以上的透光层 是绝大多数我们认知的海洋生物 所生活的光合作用带 我们可以把这里 想象成海洋中的热带雨林 各色的礁石中 隐藏着不少生物 鱼群过路 搅起大量浮游生物和碎屑 这样的觅食方式可高效多了 黑背敌雕的幼鱼 同样采取了贴近礁石的觅食策略 这里的食物并不多 它来来回回有些犹豫 在珊瑚礁旁觅食 需要格外小心 随时都会有一些惹不起的家伙 躲在暗处 海扇张着大嘴 等待着过路的食物 这个洞口显然是个好地方 两条海扇挤在一起 来回拉锯抢占着位置 最终还是绝出了胜负 跟随黑背敌雕 来到另一片珊瑚 已有其他动物 看中了这里漂浮的浮游生物 它知道找对地方了 水流突然变急 黑背敌雕努力保持游动 漂浮在四周的微小鱼虾 随水流来到了嘴边 一顿大餐开启 显然 远处的鱼群又一次掀起了风浪 无论是谁 以此为家的 或是途经巡食的 都是这片生态系统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们带来的是海底世界的 富饶与多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感谢观看